共民黨立委蔣萬安 他是台北市長的可能參選人 而他蔣家的身世再度引發討論 來看一下這一位 他是前民進黨的立委郭正亮 他就提出了他自己之前 打選戰的看法 他說他曾經和蔣孝顏來競選 那時候他打出了老蔣牌 發現到沒有任何的用處 為什麼呢 因為會討厭蔣介石的人 基本上是深綠 所以一定支持他 再來的話那時候 年輕人對於蔣介石 可以說是沒有太多太深刻的印象 那如果說今天打的是小蔣 也就是蔣經國牌 他認為這對蔣萬安 也沒有太大的用處 畢竟和他的身世沒有關聯性 好 那麼再來看一下 另外一位也是台北市長的 可能參選人 就是衛福部的部長陳時中 於是郭正亮他就講說 有人就講幫陳時中打選戰 如果打雙蔣 也就是老蔣跟小蔣的牌 到底有沒有用 郭正亮就說別傻了 一點用都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可能到眷村裡頭去拜票 更不可能去參加眷村的活動 因此他認為說 如果要打蔣介石牌 可能是估算錯誤了 除了之外的話 郭正亮他還提到說 這個以協統論來質疑蔣萬安 可能是物極必反 如果是在1980年代 那個時候來打的話 還有效 但是現在40歲以下的選民 可能對兩蔣已經無感了 請支持TV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S國際